一 二 二 古林峰中日对抗赛 男子65公斤一的比赛开始了 红方是中国勇士小虎蓝方 是在去年刚刚获得了 日本K1家子团冠军的 是小川祥 两位是非常年轻的选手 对 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因为他们的技术都很全面 技术打得非常的好 从他在这种感觉上来说 就是就能看得出他的这种实力 两位都非常的全面 你瞧这个小川祥 他在低级比赛里面 他和这个小虎打 你看没有 我不是给你硬硬硬打的 他在找机会的 从这才看 你看年龄只有18岁 对 但是他通过他的移动 非常非常的老成 老成 对 今天这个小虎遇到个高手 你别看这个小川祥只有18岁 但是他获得了日本K1的甲子参 我们就是说新人赛的冠军 因为从力量上来看 从目前为止从力量上来看 我觉得小虎还是占给你的优势的 因为他每出一拳都要 每出一拳都要使出这种 其中的拳头的力量 但是小川祥也是非常力量 对 你看小川祥的防守 他的防守 对不对 然后他 这个防守在他打拳的那种穿透力 这个小川祥确实不错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小虎 他这个拳法 包括他这击对摔技术 运动得很好 他要把他的拳法一定要拼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小虎 最擅长的就是拳法 拳法 对 对 拳头的组合 百拳 直拳加勾拳 今天是两位选手这种 两位这种非常有潜力的选手的 遭遇战 这场比较是个高手冰的比赛 这个很聪明 非常好 非常聪明 就是在你准备出的一顺 让我识破了 我还一个正能是你放哪儿 我们现在的观众很会看比赛 一旦有精彩的动作的时候 还是要给你要助威的 小川祥始终在找机会 比赛 三 个对 第一点 care recruiting 直線已經大盡十 還有最後的十秒鐘 二十秒 就是剛剛瞎走 讓你們地 因為小白蝦給這種防守很好 這種硬 對 對同步的防守防守都會很好 現在這種在對方出拳的同時 能夠抓這種機會 是極了我肯定的 中立岡賽男子60公斤比賽 第二局就開始了 紅方是中國勇士鐵英華 而藍方呢 是日本的T1雅船冠軍小川翔 這成王的第二局 王武林峰呢 已經從3月的9號 調整到每週五晚上 21點15分播出 歡迎觀眾朋友們 準時在週五的晚上 21點15分打開電視機 收看荷蘭衛視武林峰節目 中立岡賽將在4月的6號 13號和20號分三期播出 敬請觀眾 我們現在又回到比賽現場 來觀看這場動人心弦的 男子六十五年級新人賽 為什麼新人 因為這個鐵英華只有19歲 而這個小川翔 藍方小川翔只有18歲 這兩位都是未來在中國 和日本搏擊界的 很具潛力的新人王 今天這個小虎絕對碰到了 一位這種 一種硬仗 對 這小虎來說絕對一個硬仗 因為這位選手的這種 這個19戰 也是很善意打持有戰的 然後一直這個小川翔 一直這種氣勢一直沒有 隨著這種體重的下降敗退 還是七九劍能看得出來 也是非常厲害的 在這兩位選手看看誰先提 提前暴露出正當 我們看看這個小川翔 他這個打擊硬度有了 確定有了 你看他 你看他這個距離感很好 我不給你打這個中原距離 我就打進去 進距離 而且你看他出拳這個上鉤也好 包括吸把 過來推把 他的硬度有 就爆發力好 就這簡直 這個選手這個硬度和爆發力非常好 所以說他能夠更這個 有這種做基礎 他的技術發揮得更加的淋漓盡致 所以我們看這個選手有沒有硬度 就是看你看打擊 狠不狠 對不能對對方造成一點殺傷 你看 對 包括啟動 包括這個 速度 包括啟動 包括這種力量 漂亮 這下這個對小虎來說 小虎這個時候一定要把頭部防守 再穩一些 頭部防守再緊密一些 因為這個時候小川翔 他是全腿的 全腿的接红 這場比賽太精彩 太精彩了 我們看這個小虎誰櫻花 你看他這個擺前力量 是吧 還是有 但他缺少就像小川翔那種 就爆發力輸得很快的那種 穿透力 穿透力 現在小虎之中 整體的力量要比這個小川翔要大 他這種穿透力 這種殺傷力 小川翔更像一籌 對 他這個小虎出的動作很多 但是總是感覺到 對對手造不了傷害 造不了傷害 對 而我現在小川就插傷力 就是穿透和殺傷力 要比這個體育花要好 要不要 要 要長 所以說小虎今天 配上的那種硬仗 非常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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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川也還算是他實力 中雷槓賽 男子65年級比賽 第三局比賽開始了 紅方是中國勇士鐵英華 而藍方是日本的K1 家子團的冠軍 小川翔這雙方的第三局比賽 通過前兩季 觀眾朋友們已經看出來了 中國勇士鐵英華呢 從他這打擊的力量是有 但是從他出拳的穿透力 我們覺得這個小川翔 這穿透力包括他的硬度 硬度更像要比較好 換解這個小虎的動作也太直接 我發現那個小川翔的 這種前腿的路線非常的刁鑽 然後也非常的帶有有力性 而且從這個鏡頭面來看 就是這個小川翔的技術跟他的豐富 也豐富 你看到這上個拳要 包括這個全隊的組合的實際的把握 節奏的 節奏的那個著握 節奏的把握了 很好 才只有18歲看不出來啊 打得太老道了 不愧是日本K1的這個新城王 實力確實超全 非常好 非常好 今天這個中國勇士鐵螢娃碰到一個高手 但是我們也看到兩代 中國和日本兩代的自由博士 輕輕在成長 在碰撞 一個只有18歲 一個只有19歲 這個時候小虎還是不能急 因為在這個自由博士電賽上 不是拼這個力量 要拼你的鬥智 智慧 包括你的技術 什麼 光有力量還不行 對 光有拼勁跟猛力量還不行 還不行 還要有技巧 技巧 要靠智慧的打球 你要跟小虎打得很智慧就少啊 對 非常的這個 這個 感覺非常的好 然後你倆 你來我往的 你來一個 我也來一個 打野顏色 所以這個 可以看得出啊 這個小船前的這種技術 作為基礎 然後這個 這種感覺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鬆弛 這也是我們舉辦 已經是六屆中最高賽 水平最高的一場 這個60公斤級比賽 水平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所以兩 其實對小虎來說 小虎本身他的技術就非常的好 所以說 今天就是一場高遇戰 兩位年輕小手的一場高遇戰 今天這個小虎 鐵英華真是拼了 拼盡了全力 要知道鐵英華為了追求這個夢想 從湖北到安徽 從安徽到了河南 他的父親一直伴隨著他 小虎 鐵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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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兩位年輕人 為了自由波及的夢想 站在這場 今天打得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不管這場比賽誰輸誰贏 十秒鐘 但是給我們帶來一種享受 都不重要了 天哪 是兩位年輕人的感覺 非常好 天哪 太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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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ран一局 玩完 好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加上一局 那么这局比赛呀 只要看你的体力了 因为前三局双 我可以说就完全拼进了能力 拼进了能力 这是一个体力 同时就看你谁 在防守当初出现漏洞 只要让抓住一个重击 以后想翻翻的 可能就几乎没有了 对 但是对这个 小吴铁花来说 这也是第一次打击四局 应该是第一次 哦 从双方的体来说 双方的体能 目前为止保持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力力还非常强的 一上一上一上 用了几个很巧妙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 今天那个小串羊的 第四局比赛里头 他还没有马上进入 比赛状态 你看没有 他是我估计是后半局的话 难道他采用一种后发制人吗 后发制人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从这个第四局比赛 从开局来看 这个小吴铁萌的进攻 因为这个 小串羊很老实际上 对 先压住你 对 这样的 对 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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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走前排 那个小串羊这位选手 采取的是没有空张 一般他不会盲目地去进攻 他可以先防守 他这个抓住机会的努力非常强 他也很善于抓机会 对 他没有这种空张 他不会盲目地去出击 但从整个的力量对比来说 今天这个铁银花 小伙铁银花 他的力量确实好 确实好 这一趟比赛真是太精彩了 让我们能够窒息看的 也让我们能忘怀地解说 就想精进地让大家来欣赏 小虎的体能确实不错 这种毅力确实不错 毅力品质 因为我们在那台上 也就缺少有这样的年轻的 这种有激情的运动员 可能在赛前伤了 谁也没有想到能打第四局 最后的十秒钟 小二虎发起了马来西方 胜利赛棒 胜利赛棒 第四局决赛机 我的头我在压制你 我亲人压制你 在这种时候 在最后十秒钟发起一轮进攻 让这个小专家就不知道怎么打 对 我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压这个压点 压这个时间 最后这个倒计时的时候 我压住这个时间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加赛局 一号参谓员 10比9 判决1 10比9 二号参谓员 10比9 判决2 10比9 三号参谓员 10比9 判决3 10比9 比赛结果 军4 10比9 1 10比9 10比9 10比10 9 7 9 13 18 4